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是周日,请大家欣赏一株卡特兰吧 这是一株原生的卡特兰 它的原生地在巴西 Catalia Intermediate 在巴西的话呢,它还是挺常见的一株原生卡 不过呢,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其中有三种呢,比较出名 一种呢,就是眼前的这种 它的variation呢,叫做orlata 或者orlata 就是它的这个纯瓣呢,是一个环状 把这个柱头呢,包起来 而且呢,纯瓣的颜色呢,很深 其他的花瓣呢,颜色比较浅 其实它初开的时候呢,是白色 之后呢,会渐渐变成粉紫色 而且会越来越深 还有另外两种variation 比较有名的呢 一个呢,就是cerulia 就是紫色的 蓝色的唇瓣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呢 更为多件 叫做acquini acquini的样子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 有插角 就是它的两个花瓣上面呢 有插角 很多有插角的卡特兰呢 杂交的卡特兰呢 都是源于它的基因 我眼前的这株卡特兰呢 是从朋友那里分来的 back bulb 就是说这是它分出来的老杆子 这株新杆子呢 长得比老杆子看起来呢 壮实一些 但是毕竟是初次开花 只有一朵 这个花呢,其实是很大的 我刚才量了一下 11厘米 如果是一株健康的大苗 同时开几朵花的话呢 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它的植株呢 不算大 应该说是中型 甚至有点小 它的杆子呢 也很有特点 叶子呢 小巧 而且很圆 很硬 通常这类型的叶子呢 都是有它的基因 而且它的香味也很好闻 香味不算浓 但是非常好闻 是花香 似乎呢 还带一点果香 不过有一点呢 我觉得有一点遗憾 我不确定 这一颗呢 它的花呢 它的两个花瓣呢 有点前倾 我给你看一下侧面 看它的花呢 是这个样子 我喜欢比较平展的花 这个花呢 不是这样子 它的唇瓣呢 是朝中间张开的 这个没关系 但是我呢 喜欢的花呢 我希望它是两个花瓣呢 能够和厄瓣一样平展 我在网上看到它的花呢 似乎算是平的 但是因为它没有侧面的照片 所以我看不太出来 我的这一株从正面看的话呢 看起来也像是比较平展的样子 我不确定它就是这样子呢 还是说我的这一株呢 稍有点不同 在照看方面呢 它和其他的杂交卡特兰呢 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总的来说呢 我还是蛮喜欢这株卡特兰的 希望明年的花呢 能开得更好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株 Cathalia Intermediate or Orlada 谢谢